年底你们想入手二手手机的 但又是不知道该怎么选的老铁啊 小羊是从库存2000多台机器里面给您找出了三台机器 目前降价超猛超划算的性价比神机 快点开看是否有你喜欢的 第一款就是这种华为Mate 40 Pro 作为华为最成功的理财产品 目前8家256G的在小羊家也仅需要3399就能入手了 首款大屏心环模组设计的一个旗舰 它的是795G的SoC 性能对比同时机的安卓更是降维打击 目前最新的鸿蒙4.0也是依然支持的 过渡动画真的是丝滑流畅 即便是Mate 60来了都要叫一声大笔 第二款13 Pro Max 很多粉丝非常喜欢问这个13 Pro 但是论要极致性要比 还得是小羊手段这台三一九九的卡贴13PM 那么H5的满血处理器 搭配上120Hz的一个自适应高刷 由于今年的A17 Pro真的是表现拉垮 使得13PM的综合体验仍然是最佳的 当然不锈钢的金属材质和磨砂玻璃背板 更是增添了几分高级感 目前13PM和13Pro就差两百一大一小 你会怎么选呢 至于第三款苹果的14Pro 很多人纠结到底是选新款的15还是14Pro呢 其实让小羊选择的话 肯定选择14Pro 虽然说都是H6处理器6GB硬存 但是14Pro它有着丝滑的高刷体验 甚至有着更加强大的4800万三射的一个影像 应对各种复杂场景也是游刃有余 目前卡贴的14Pro188G 市场行情是3850 先给你们看看正常同号在数多少 四字头4999 但是在小羊这里直接力审1000 3999起 那么以上这三款机器是否有你们喜欢的呢